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快速地从床上跳下去 一惊一乍的 路易一脸懵逼 只见他急忙地打开衣柜上的一个抽屉 它是被对着路易的 路易并不知道他在找什么 他从床上起身向金夏走去 想看看金夏在找什么 不要过来 金夏听见路易的脚步声 侧头阻止道 你去客厅等我 路易很好奇 但也乖乖去了客厅 约十几秒钟后 金夏也来到客厅 路易见他双手放在背后 他很好奇他背后藏着什么 但也不问 而是这样说 过来坐 金夏小心翼翼地走到他身边 生怕他后面的东西被发现 坐下后 他瞧了眼墙上的电子钟 二十三到五十九 目光又收回来投在路易的身上 见路易拿着遥控器将电视机打开 金夏这么神秘 路易却这么平淡 他有种挫败感 不由问道 你不问问我背后藏着什么东西吗 路易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望着电视机说 应该也不是很稀奇的东西 不然你早就藏不住了 他是 好奇 大傲娇是他的人设 更何况还十分地了解金夏 金夏不语 太了解对方不是一件好事 他望着电视机 电视机的右上角上标着时间 二十三到五十九到五十 他跟着末数到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九 最后一秒时 他目光望向路易 路易也正望着他 那目光就写着着 好奇两字 金夏心里偷笑 在零点时 他将背后的东西拿出来 新年快乐 这是你的新年礼物 他手里拿着的是一台单反相机 他不敢相信 看了好几眼 没错 就是一台单反相机 他愣愣地望着金夏 不说话也不接 很早以前 我就想送你了 金夏温情的语气说 你还记得吗 三年前 我们一起去逛商场 你在一家数码相机门口停留 往橱窗里看了一眼 那时我就想 将来在某个合适的时间送你 这个时间隔得有点长 我知道 这可能会让你想起一些不愉快的过往 但这才是阿德愿意看见的 他的眼眶涌上一层泪 寒泪望着他 什么话也不说 三年前 他在那家数码相机的橱窗外就看了一眼 如今早就忘了 金夏却一直还记得 他不再拿相机 但偶尔还会关注最新款的相机 而金夏手里握着的这台就是最新款的相机 三年前是没有的 他此时的心情很复杂 想起了阿德 又感动于金夏的爱 他一直以为 在他们的爱情里 他是付出最多的那个 其实不是 他是得到最多的那个 他用三年的时间化剪成蝶 原本可以飞得更美 找到更好的归宿 却在这时候跟他领证了 金夏见他迟迟不接 你是不是不喜欢这个款式 那能不能先将就一下 我暂时没钱了 明年的这个时候 一定送你一台你心仪的 那台相机是金夏在导演他的处女做之前就预定的 二十多万 现在是真的买不起了 喜欢 路易感动地接过相机 感觉手里好沉 相机本身并不沉 谢谢 他的声音很沉 金夏笑笑道 不用谢 只是我现在没钱了 要靠你养一阵子 没意见吧 他脸上终于有了一丝喜色 一手拿着相机 一手把他拉入怀中 单手抱着他 在他耳边轻声道 养一辈子都没意见 所以我们会认为一样